好 中國大陸現在也陷入到人口危機了 怎麼說呢 因為他們出現了六十年來 首度的人口萎縮情形 就帶您先來回顧一下 這幾年整個出生率的趨勢 一九七九年的時候 許是一胎化 那當時也造成說 這個出生率是慢慢的下滑 到了二零一六年 雖然說開放二胎 不過這個趨勢似乎還是很難挽回 你看到它還是一直在往下降當中 二零二一年開放可以生三個小朋友 不過對出生率的幫助 其實還是不大 甚至說到了二零二二年出生率 只有千分之六點七七 也創下了新低 那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比較棘手的是 目前人口雖然看起來 還是蠻多的 十四點一一八億元 不過在印度的部分 估計四月份就可以超越中國大陸 那人口不斷的減少 會產生什麼樣影響 社會出現老齡化 那麼製造業也很可能會因此而缺工 還有就是產業轉移的威脅 所以我們來看到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他也在二十大的時候 特別提到這個問題 承諾要建立生育支持的政策體系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